今天天气好得很 自己跑了 不是我空子了是吧 还知道等着我 自己下去了 下去帮我脚钱一匍匐 哎呀好天气啊 看那个山上还有云 一大坨云在山上 这边是一个拖挂房车 前面是一个那个电动的机铺 拉这个GNA的这个拖挂 这个拖挂的空间也是非常大的 也是早早起床了 在门口做吃的做早餐 我先带小香儿出来溜达溜达 现在是2021年的8月15 早上的9点钟 因为我们距离丽江还有460公里 460公里的话 从这边走到丽江的话 是这边在限速 80啊90啊这样 可能需要8个小时 所以我们争取在半个小时之内出发 9点半出发 这样的话我们能赶在晚上的5点半到6点钟 最晚的6点半 然后到达丽江 这样的话因为今天是8月15 然后呢4月计划的是 我们到丽江自己做饭吃 所以呢我们要到丽江先去买菜 在六七点钟还能买得到 然后明天开始 然后去吃丽江的美食 然后呢去住丽江好的民宿 我们这样是打算这种旅行度假式的 这种后面走下去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呢叫做西昌服务区 我们昨天从这个宁闪 就是陕西的宁闪服务区 一口气开到了四川的西昌 再往前面走不远就到达了潘芝花 潘芝花再过完那边就到云南 其实是很近了 我也挺佩服我自己的 昨天一天 将我们的行驶里程差不多开着房车 我一天跑了1100公里 从陕西到几乎马上快进入云南 真的太厉害了 这边早上起来 大货车几乎走完了 昨天晚上这里的大货车是非常非常多 一会呢 带小家伙溜完 我们到这个西昌服务区里面 直接买一点早餐 路上一吃出发 好了 我们把馅儿放回去了 然后我们现在到这个西昌服务区 上个洗手间 然后顺便看一下这个服务区里面 都有什么好吃的 买一点早餐 把早饭一解决 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了 这边是一个大凉山特产 四川大凉山西昌北黄县 这边是特色小吃炸土豆 还有这边一些特色小吃 我们从里面出来了 虽然说这里是一个四星五星级服务区 但是没啥东西 就买了两个咖啡 一碗煎饺 两个稀饭 两个鸡蛋 就这样简短淡淡的吃个早餐 等我们走在路上中午的话 再吃一个自助餐 晚上就到了 这样的话能早一点 简单吃一下 可以边走边吃 因为虽然只有四百来公里 四百六十公里 主要就是它限速 你跑要七八百二十跑 其实这样的话算下来 路程还是路迟还是挺远的 好了我们先回到车内 好了 刚才买的早餐 稀饭 茶叶蛋 还有这个尖饺 就那一吃 然后把这个黄 还能给我们家小仙儿吃 吃去吧 我这也不要 刚好这分工均匀 我吃青他吃黄 现在是9点45分 我说预计半小时完成的 还超了15分钟 然后我们现在出发 把导航一导 一将 容力高速 四百六十六公里 四百六十五公里 四百六十五公里 八个小时整 好嘞 我们先去前面加油站 把油一补 好了我们在这里 加了四十四升 二百八十五公里 拿了一桶这个 昨天加了一桶 昨天他那里只有一桶的 我们把车往前开一点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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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还有那么多 昨天加了一桶新的 但是没加满 再把这桶加进去 这桶加上加进去差不多刚刚好 又够用上一个多月吧 一两个月 好嘞 看里面已经差不多满了 出发 立江 一切准备就绪 该加满的都加满了 出发 出发 回来 出发 出发 勇完 好了我们走了将近200多公里 现在已经到达了这个旁边就是 下面就是金沙江 这个金沙江大桥 等我们过了这个金沙江大桥的话 我们开始正式往丽江方向走了 也是最后的260多公里 我们就到达了丽江 再一次又来到了这个艳遇之都 到时候我们两个分工合作 各干各的事 谁也不耽误谁 前面就要转入那个 前往丽江方向的高速了 丽江见了 往年来丽江的话 就是一条高速直接通到丽江 今年就莫名其妙的 我说怎么剩200公里 要跑4个多小时 既然好像丽江那边的高速 在修路吧 剩下这一夹 要走这个国道 要走这种攀山路 这就难受了 还有200公里整 要4个小时41分 如果在高速上的话 两小时就到了 本人翻了一倍的路程 而且还全程攀山 这个路走完以后 车又跟地震冷一样 不过走这种路的话 还能感受一下这种 云南跟四川交界的这种乡村 哎呀 我们经过了两个多个两个多小时 还剩了83公里 终于又可以上高速了 从这个城海的这个高速路口 还有83公里 到了丽江 我爬下 好了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丽江 然后刚才在这里把这个油补满了 没想到丽江的柴油更贵 7块0一分 比内地的汽油还贵 是吧 长到7块0一分了 太贵了 这边油 好了 我们已经来到了丽江的这个象山市场 这还是之前我们买拉排骨的地方 今天说买点拉排骨 做了给那个死热吃 但是 今天可能8月15吧 现在已经下午都五点半了 都很早很早的就关门了 没有了 刚才去那边买了一条鱼 我们再往那边找一找 看能不能找着 如果今天找不着的话 明天的话 带他去外面吃 外面去吃这个辣排骨 这边好像都没有 都关门了 好了 我们现在来到丽江 我们之前住车的那个地方 还是把车住在这边 这边有水啊 有电 还是比较方便的 然后那边的话就是 鱼龙雪山 但是 鱼龙雪山上面好像一点雪都没有 就是我们远方那个云 挡着那个地方 就是鱼龙雪山 一点点雪都没有 后边的话就是雪山的那个艺术小镇 我们现在把车上去收拾收拾 因为那个车之前前缘半程走了那两个小时的山路和烂路 现在里面跟地震了一样 然后4月已经开始在收拾了 收拾完 然后我们出去吃晚餐 因为本来今天计划是自己做 但是吧 买那个腊排果啥的 今天可能是8月15 然后呢 那个都关门了 老早都收摊了 所以也没买到什么东西 就今天也出去吃 加上赶了两天路也挺累的 看在家里 全是滴滴滴地都是 香儿 这谁家 你还认识不 好了 我们现在又来到了丽江 不是 对 我们又来到丽江树河古镇 就这个餐厅 我们到这个餐厅去吃吧 好 咋样 咋样 这有八大菜系 哪里有八大菜系 因为写的那边还有八大菜系 就咱也有点进去看 咱们进去吃 就这家还比较漂亮 丽江菜嘛 看这环境 还是挺好的 咪不变成 一点 就是 响 可以 儿子 试 不 试 好了,我们的第一个道菜 今天晚上的第一道菜 这是云南的特色菜 水性洋花 之前跟肉哥他们来的时候 也是点过这种菜 就是这种小花朵 但是具体它是啥菜 我也不知道 就是这样的一个菜 吃着还是挺好吃的 没有其他什么怪的味道 这是今天的第二个菜 沙葱炒鸡蛋 这个沙葱的话 我之前我们在那个新疆也吃过 然后今天要点了一份 这个东西吃着还是不错的 挺好吃的 很香 尤其这个鸡蛋炒的稍微干一点 特别特别的香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个菜 火腿 炒这个是猪粉 这家菜做的味道还行 也比较精致 就是量稍微有点少 今天一共两四个菜 还要等最后一个菜 好了 我们的最后一个菜 青植雪山鱼 就是 这个叫什么 玉龙雪山上面的鱼 来我们碰一下 中秋快乐 玉龙酒 只有五度 开饭开饭 好了 我们吃饱喝足 然后呢 下一个活动 我们这两天不是开车 开的有点多 比较累 所以呢 我们决定 吃完饭了 然后我们现在去找一个租导店 去按脚 去享受一下 出发